关于欧文拒绝接种疫苗一事,终于有了答案 据美媒报道,在欧文接种疫苗之前,蓝网队将不会再让欧文出场比赛 球队无法接受一名球员以坚实的方式参与新赛季的比赛 不过,蓝网队依然会如数发放欧文的课程工资 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其进行强制轮休 杜绝欧文后续上诉球员工会,而且往生枝 据消息人士透露,欧文拒绝接种疫苗并非因为反科学以及信仰原因 而只是单纯的希望为因为没有接种疫苗而失去工作的人发声 用拒绝接种疫苗的方式对公权进行抗议 欧文已经再次明确表示,目前没有接种疫苗的计划 在未来也同样如此 看来,新赛季我们很难在赛场上看到欧文的身影了 你支持欧文用这种方式来问那些没有接种疫苗而失去工作的人发声吗? 来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